大家好,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下方订阅和小铃铛 创作不易,感谢大家支持 历史上的西游记到底是不是吴承恩所写 这还存在一定学术争议 但从西游记作者不明朗这一角度来看 这本书在明朝尽管备受欢迎 但在文坛地位应该不高 否则作者必被史书隆重铭记 这就如金平梅一样 如今我们认为是千古奇书 价值不可估量 但当时作者却耻于署名 只用小号笔名蓝铃笑笑声 让人无法一窥作者是谁 当然,金平梅作者神秘未知 但西游记作者我们姑且认为是吴承恩吧 西游记虽然故事精彩 但格调不高,的确不够严谨 至少存在很多常识性错误 吴承恩写错了,我们却还不太清楚 其实,只要从西游记全书作者 所犯的一些常识性错误 就能大概知道作者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了 一,西游记中一路都吃中餐 唐僧西天取经有十万八千里之远 途经大小国家无数 但不论何时何地 到处吃的都是中餐 而且还主要是江淮美食 比如在灭法国妇人 做菌类、竹笋、木耳、豆腐、面筋这几样菜 且吃笋特意要明笋 浙江杭州五年级女孩马斯奇揭开了这一漏洞 并在自己作文中大胆地指出 唐僧师徒四人来到灭法国 那妇人越发欢喜 跑下去教 莫仔、莫仔 取些木耳、名笋、豆腐、面筋 园里把些青菜做粉汤 发面、蒸卷子 再煮白米饭烧香茶 所谓灭法国 即国王发誓要杀掉一万个和尚 唐僧师徒四人到来之前 已经杀了9996个 犹如中国历史上的灭佛运动 所以取名灭法国 吴承恩可能也是借此 映射西域或印度佛教衰落 后来在孙悟空的建议下 灭法国改名为清法国 按照书中介绍 这个国家肯定在西方 但这些本该烤肉或咖喱为食的国家 却是江淮地区的中残 二 他并不明白太子的意思究竟是什么 在西游记中反反复复地出现了太子这一称谓 对历史和文化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 是中国古代帝王的法定继承人的称谓 被定为皇位继位者的人 然而在西游记中 太子则被用来是王子 比如托塔天子的两个儿子木扎和哪扎 分别被作者称为二太子和三太子 龙王的儿子也被称为太子 很显然如果作者是一个在朝的大官 他必然不可能犯下如此的低级错误 只可能是民间的习惯思维 比如在说越全传中作者提到了四太子悟术 仅为皇子 这是民间俗称并非制度如此 这说明作者极可能是一个民间才子 对皇家制度一窍不通 所以才会这样去写 其次作者不明白何谓皇帝庙号 从唐代开始 皇家制度对庙号的考核不再像以前那么严格 只要在皇位上待过 哪怕没有任何的功绩 也能混一个庙号 所谓庙号 就是皇帝与庙中被供奉使所称呼的名号 起源于众世祭祀与敬拜的商朝 很显然 庙号是皇帝死后才会有的称谓 在皇帝生前 是不能那样叫他的 但在西游记中 显然不是这个样子的 在书中多处 作者竟然拿李世民死后的庙号来称呼他 很显然 作者不知道何为庙号 只能说明他一个民间才子 对皇家的各种制度完全不同 才能弄出这样的一笑大方的笑话来 三 皇帝和国王不分 在中国历史中 自秦皇自称皇帝之后 皇帝就天下共主 国王是皇帝的下属 或者是属国的君主 中国的国王基本有两种 一种是像汉 靖 那样分封的诸侯王 在帝国之内有自己的王国 具有派遣官吏 实行税收的半独立的权利 另一种是属国的国王 比如朝鲜 安南 罗罗的君主 想来诸位是没有听过朝鲜皇帝的说法 因为朝鲜的君主只能称国王 而那位著名的越南傀儡皇帝宝大 是在越南脱离中国蜀国地位之后 才有这种称呼 中国历史上 对皇帝这种称呼是非常敏感的 国王可以有许多 但皇帝只能有一个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蜀国君主 只能称国王 不能教皇帝的缘故 以古代中国的一般理解 只有中华帝国的君主 才能称之为皇帝 而别的君主 都一律只能称之为王 而在西游记中则不是这样 除了唐太宗是皇帝之外 别国的君主 一会儿被称为皇帝 一会儿被称为国王 由此可知 西游记的作者对皇帝和国王含混不清 很显然 他只能是一个来自于民间的才子 认为这两者是一个意思 甚至是可以通用的 而这样的常识性错误 一个朝廷大员是不可能犯的 西游记的作者 即便不是主流观点 所说的吴承恩 也一定是一个来自于乡间的土才子 尽管他才华横溢 满腹经伦 但由于他没有涉及官场 对朝廷制度也是一窍不通 犯下这样的低级错误 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四 西游记中出现了百家姓 西游记讲述的是唐朝故事 唐朝僧人的西天奇幻之旅 但在书中却出现了宋朝的百家姓 西游记第八十七回 众官道 上官乃是姓 此我郡侯之姓也 行者笑道 此姓缺少 八戒道 哥哥不曾读书 百家姓后有一句 上官欧阳 众所周知 百家姓与三字经 签字文并称三百签 是中国古代幼儿的启蒙读物 成书于北宋初年 当时宋国皇室姓赵 吴国国王 前书 正非孙氏 以及南唐国主李氏 所以赵前孙李 成为百家姓前四姓 可见百家姓很可能是吴越国人所写 五 孙悟空被押不止五百年 孙悟空太导弹 大闹天宫的后果很严重 被如来佛主镇压在五指山下五百年 佛主出口 四马难追 五百年 就该五百年才对 但根据西游记中描述 孙悟空被违规超常积压 西游记十四回 这山救命五行山 因我大唐王征兮定国 改名两界山 先年间 曾闻得老人家说 王莽篡汉之时 天降此山 下压着一个神吼 不怕寒暑 不吃饮食 公元八年 王莽篡汉 而唐僧取经 发生在公元六三九年 可见唐僧到五指山下时 孙悟空已经被关押了六百三十多年 当然 有人认为 天上一日 地上一年 天上五百年 地上 所以佛主没有食言 孙悟空在唐僧保释之下 提前结束了刑期 六 唐僧出生 取经同一年 西游记《复录》篇章中开头指出 彼时是大唐太宗 皇帝登基 改元贞官 已登基十三年 六三九年 唐太宗开科选取钱财 陈光瑞荣获重远 科长一得意 桃花运就来了 陈光瑞得到丞相 英开山 女儿欢欣 当年两人生下一子 即为西游记中的唐僧 俗姓陈 小名江流二 但等到唐僧取经时 书中却还是贞官十三年 西天取经返回长安 唐太宗与唐僧一段对话 唐太宗 远射西方 端的路程多少 三藏道 总计菩萨之言 有十万八千里之远 图中未曾计数 只知经过了 一十四遍寒暑 日日山 日日岭 玉林不小 玉水宽宏 还经几座国王 具有赵燕印信 叫徒弟 将通关文碟呈上来 对主公缴纳 当时地上 太宗看了 乃贞官一十三年九月旺 前三日给 太宗孝道 久劳远舍 经以贞官二十七年以 看看 通关文碟日期是贞官十三年 说明这一年出发取经 贞官二十七年回到长安 另外 历史上 李世民在贞官二十三年 六四九年去世 根本没有贞官二十七年之说 当然 即便西游记存在这些常识性漏洞 但也丝毫不减 名著风采 一部数十万字的作品 场面宏大 人物众多 想要处处正确 不出一丝错误 难度实在太大 吴承恩的错误可以理解 但理解吴承恩的失误 却不代表 我们可以无知 暂时 请不吝点赞 订阅吗 是追逼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生 转发生 加胶脏 convenient 现在来整理解记住